虎头帽、金蝉帽、龙凤城祥帽、孔明八卦帽 在山西太原一间地下室内 摆放了四千余顶从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铜帽 这是55岁的铜福存历经20年亲戚所有的收藏 铜福存从小便知名于收藏 烟盒、钱币、邮票等都是他的宝贝 与铜帽结缘得益于20余年前一次偶然集会 铜福存在收藏其他物件时 看到一顶铜帽就被其精美的刺绣及独特的造型吸引 他便花钱买下 了解到铜帽背后的故事 铜福存更是视若珍宝 这些帽都是年代比较久的 有的几百年来的 完了以后当了我手里有的开线 像这些东西都开线掉皮啊啥的 我就请了好多老师过来帮我修理 一顶清代末期的金蝉帽距今已有近百年 铜福存称它为艺术上的孤品 此铜帽以金蝉之形缝制 各色小珠坠缝成钳纹形 方形仿照金蝉背部 这些彩珠是绣花针穿线坠缝 现在已很难见到如此息的绣花针 每一顶铜帽都有一段故事 二十年间收藏这些铜帽并非易事 起早贪黑 风餐露宿早已成为收藏过程中的家常便饭 很多人眼中铜帽只是为孩童遮风保暖所用 但铜福存认为 每一顶铜帽都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是针法 刺绣图案 还是镶嵌记忆 都体现出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一针一线均绣着美好寓意和情感寄托 收藏这么多也感觉到有点困惑 现在你知道吧 就是这么多帽子地下室面临着潮湿 虫柱还有就是老鼠还咬 就是好多帽子 你看那线都开了 收藏的我现在就是想着有一个好的环境 把它更好地展现出来 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